然後你就按照這個順序 比如說我游標就放在A2嘛 然後就篩選 篩選其實 篩選完的條件 第一欄 有沒有然後面的話包含的話 他前後一定有一個 這個STAR符號 這個STAR符號實際上就是萬用字元 不管前面是什麼 不管後面是什麼 只要裡面有X 這個關鍵字的話 你就幫我把它篩選出來 OK所以這個地方是重點 其他底下應該都是前面做過的 所以應該至少同學會比較熟悉 新增工作表這個也是也是舊的 主要是這個地方X 那我們做完畢之後的話 其實就可以輸入 直接按下一個 按下一個按鈕 或者直接我們從這邊來做 這個可以先關掉 就可以做測試了 基本上你做完之後 基本上上面可以再加個按鈕 比如說在這個地方我插入一個小的按鈕 然後上面的話打上一個查詢 並且連結到這個查詢的那個 這個關 這一個 劇期 然後這邊的話把它 改一下 這邊 輸入查詢 那我們 假設按下這個按鈕之後的話 他應該就會跳出一個什麼 請輸入關鍵字 這個時候的話呢 我輸入3 12生肖 然後數字好了 反正或者是 春夏秋冬 OK確定 確定的話呢 他就把剛剛我們做的動作 重新再跑一次 再回來 OK 雪恥這個 這個名稱 我改成1好了 因為我這邊名稱應該要改成 1 這個應該是 第一個或者是你這個名稱把它改成成成語才有辦法 不然的話會不會有BUG的問題 這邊OK 然後他再繼續跑 F8 這個就切回來 取消取消選取 在優標放A2 這樣的話就 回來了 這個動作 最好做啦 因為你沒有做的話 他還會有那個 選取狀態 會一閃一閃的 感覺好像怪怪的 有沒有那個那個選 那這樣的話你會發現這邊有個3 資料都幫我們 篩選到這邊 OK OK 那至於就是將來如果要做格式的話 這個再做啦 盡量是 先把 這個先做完 然後再做格式 不然你格式做上去 你會發現錄下來的東西不太一樣 OK 那這個 這個 第一個頁面的話把它改成成成語好了 好 這樣我們就完成第1階段 第1階段就是 InputBuds的查詢 可以直接按下 就可以做查詢的動作了 OK 在第2階段的話請各位再新增一個工作表 在這邊 加入 這邊有一個查詢 那裡面要做哪些事情 就是我剛剛跟各位講的 就是 如果我今天要做出來 我這邊已經有做好了 所以這個地方我們來直接來看一下 插入一個